交通管理社区化这个全新的理念在这里萌芽 平路县政府透过影片介绍交通管理社区化特色 考虑到平线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以及交通事故中受害的高龄者比例偏高 县府特别针对七个交通事故率较高 或人口数较多的村里 进行了近49场的宣导座谈会 特别邀请道安团队与七个村里志工代表 齐聚一堂发表成果 我们到七个分局七个社区连续举行七次的一个场次 那也透过社区的志工 后续帮我们守护每个社区的一个交通安全 告诉我们说哪个部分管理需要加强 哪个部分的管理需要做修正 透过我们社区的志工 大家把交通安全的管理做社区化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温馨的政策 后续我们会加大扩大的办理 县府表示交通管理社区化概念 有别于交通管理系统由上而下 政府指导民众的作为 而是透过由下而上的问题及需求导向 经由村里组织成立志工团体 找出社区交通各种形态的问题 从社区慢慢能够做一些交通管理 改善交通降低事故 也透过宣导座谈会强化社区民众的交往观念 像有一些长辈他们已经年纪大了 所以他们都骑着那个小乌龟车 可是他们常常会不小心就会 因为乡下的路小 所以他们就会不小心跟着车子后面 其实这小乌龟车它是行人 它要走行人穿越大 就是有的没有在外面 什么龟车上都不知道 就是靠我们去讲这个 尤其是现在设计的路比较小 警局交通队表示 透过交通管理社区化 听取了社区高龄者和入市团队的真正声音 并把这些建议和需求 转交给县府相关单位 希望能有实质的改善娱乐时 社区常见的问题 大概很多都是耗质的问题 或是标志标线上面不明确 或是有一些路口 它可能是无耗质的路口 它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事故 那透过反应 还有透过我们持续的来观察 船长啊 我跟你说 我们家路上的 早前站到出去 那里就真的你看 那里软七八糟 你看啦 你是要怎么啦 那里是要软 那里软都要这样啦 对啊 屏东县交通管理社区化成果发表会现场 不仅有行动剧演出和影片展示 还颁给志工奖牌 以示肯定 周淳明表示 期望交通管理社区化 不只是一次的计划 而是成为一种日常的实践 让民众能主动且互相监督 联手县政府 一起为交通安全和品质 出以奋力 记者张如荫 柳建荣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